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崔燕是谁 我不认识 你给她提供了这么多的车 你不认识她 我可是开汽车修配厂的 偶尔也卖二手车 提供车 很正常嘛 你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班马先生 说吧 我们疯了 我们疯了 这次我们疯了 不疯了 怎么回事 接下来崔燕的行动和手段 会变成非常可怕 是因为她的搭档性吗 搭档 更正确的是 她的控制器 控制器 你们还记得98年 在伊尼泰国的那时吗 当时 崔燕才是七岁 暴断的时候 她变成孤儿 被她的所谓男朋友 骗到鸡鸡鸡鸡鸡 之前我吃点那个 这个挺好吃的 不是 尝这个 你尝这个 我说那是 我说那是 我去这里 我不想看 我去哪里 你也去哪里 你呢 我给你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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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我去哪里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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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这个人很神秘 听说是个台湾人 能和他见面的 只有那些直接下属 比如崔燕和猎犬他们俩 报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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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纸其实不是组织的人 报纸是崔燕的朋友 据传也是管理员的朋友 上海 上海所有关于组织的事都是他一手操办的 这个人人脉身份南机会 这个人卖极广 这个人 人脉脊广 上海所有的小朋友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 但是我们从来没见过他 做过什么不法的勾当 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他是一家餐厅的老板 饭店就在浦东区 姓崔的 我们有些账是要算的 想找我就去豹子那儿吧 这是豹子微信新收到的信息 看来 胡秀琴认识者 陈队审序结束了 有什么有利于案件的信息吗 了解了一些有关于管理员的信息 也知道报道的地址了 非常好 把地址发过来 你马上去 是 夏娱乐 Let's go 好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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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得听我的 他来了 你得让他先跟我吧 好 没问题 对不起 小姐 你的车 起开 小姐 小姐 那女的在哪儿 先坐下吧 喝杯茶 我没空跟你废话 他在你这儿吧 怎么回事 他杀了你儿子 我知道 是我让他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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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队 查到报导的个人信息了 他叫梁亦晨 这个人没有任何犯罪情况 梁亦晨 梁亦晨 是的 道义的义 时辰的乘 是的 他你认识吗 我认识 我跟他非常熟悉 非常熟悉 这个人真是很神奇 神奇 他设计到了东南亚 很多特别大的犯罪案子 但是他从来没有在正式的案子里出现 再说 在东南亚 他认识几乎所有的犯罪组织的所有的成员 但是他自己跟任何组织没有明显的关系 你的意思是说 他更像一个犯罪的观察人 他在案件中没有实际的犯罪行为 所以对他有无法进行指控 所以对他有无法进行指控 我没空跟你废话 你女的在哪儿 我知道 胡秀琴是我的朋友 你们的位置是我告诉他的 作为杀死他弟弟的仇人 应该求之不得吧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我很感兴趣 所以你们是怎么样的 我相似见梁一群 已经留两年了 当时 小安 我真的不想干了 是 他是国际刑警 而且你们俩曾经说八蛋 你知道你这个家吗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对这个犯罪组织 非常地不错 不错 我对你们俩的故事很感兴趣 是 有一天 他突然说 小安 我想发财 我不想再当国际商人 贾超安 我们的上司说了干脆分子的好处 所以才终止调查他们 你给我闭嘴 作为你的朋友 我告诉你 别为这个案子纠结 你去哪儿 我要找洛海霞去 接受了惠罗的上司 你是说洛海霞吧 什么都瞒了 你反应这么激烈干什么 我想 就是管理员在这儿 恐怕也不会这么放肆吧 你习惯良钞 你习惯良钞 我说你习惯良钞吗 好 那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是一个父亲 和他儿子的故事 用的关系而已 杨厉辰 是你干的好事吧 别在这种地方武枪弄棒的好吧 这就是你儿子吧 这就是你儿子吧 真是血气方刚啊 你闭嘴 和你的公司 还有那些假钞的事物 都已经查到了 证据确凿 哦 哪里就来抓我呀 我就坐在这儿 国际刑警先生 是你 是你贿赂了我的上司 以及个犯罪者的走狗 儿子 你别那么激动好不好 别跟我太精太过 我怎么跟你没关系了 梁超吧 坐下 坐下 我看你 还是没有搞得明白 我只不过是给张先生 介绍了几个关系而已 其他的 我什么都没做呀 那你就是犯罪者的帮凶 我是帮凶 好 那我问你 你的上司是什么呢 他们接受了张先生的汇率 然后妨碍了你的调查 他们算什么 他们算不算犯罪组织的帮凶啊 你为什么不去把他被抓起来 你现在完全可以把这位张先生的牌子 我不会存在 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而是你的上司 喜欢钱你知道吗 不是我给张先生介绍关系 那张先生也会找人 去找到你的上司 最后的结果 恐怕还是这个样子吧 恐怕还是这个样子吧 所以啊 梁朝啊 你当初出国 去国际刑警组织报道 我曾经送过你一句话 啊 这个世界 不是平的 它是圆的 不管你如何的拼命的挣扎 最后 你还是要回到原点的 看的 这孩子 老婆 真是太天真了 就好好地瞧瞧一下 你给我做嘴 有什么资格来评论我的儿子 他的灵魂是穿洁的 我们才是肮脏呢 没有事的话 你可以走了 好 告辞 你来得正好 有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亏我这么信念你 你 好 你说 你要和我谈什么 是不是还嫌拿的钱不够多 正好是这件事 你 你对得请电神警服吗 居然还 你先看看这个 怎么样 干 还是不干 我已经告诉过你 别这么冲动 你说人受惠有没有证据 不 证据我是有的 但是 但是什么 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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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枪来别人家 可不是好习惯啊 就是你啊 什么意思 你反而不要这么迷信 你们上次把你借给我了 找我来干吗 你住的这地儿挺寒酸的嘛 给我点喝的 找我来干吗 有红酒吗 没兴趣 反正你现在也失业了 要不然我们换个环境 喝一杯 我再说一遍 我没兴趣 服务员 哎 冷瓶酒 好 说吧 什么叫我的上司 把我借给你 意思就是说 让你来为我们服务 懂吗 反应不要这么大好吗 别假装正经了 真是笑话 你认为我会跟你们在一起 你认为我会跟你们在一起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跟你们同流合污 我绝对不会跟你们同流合污 那我想问问你 你出了警察局 你还会干别的吗 你们到底要逼我做什么 逼你 我们老板只是爱于路姐的面子 所以才让我来找你的 你和你的老板都是混蛋人家败卖的 你都叫你叫他过来单挑 我看你们是怎么败 可以 服务员 拿酒来 别缠绕我 走开 我要是不缠着你啊 那你缠着我干嘛 谁缠绕你啊 谁缠绕你 不跟着 我告诉你啊 要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会丢掉工作 你丢掉工作怪我啊 你自己不去找老板吵架 你们上次能把你开除吗 什么人变你 我告诉你啊 迟早有一天 我会把你们组织通通收拾掉 你啊 洗好脖子 等着吧 啊 行啊 来来来 来 来啊 来啊 大利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要去哪儿 你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 跟我走吧 我不能 这个世界是平的 跟我一起去看世界的进口吧 注意 稍后 现在没有派 ¡ CHEES! 这是梁亦成开的酒店吗 是的 请问您有预约吗 我是国际行政 我想跟她喝一杯茶 谈一些事 要不您在这边稍等的话 我继续帮您通告一下 不用 我和她是老朋友 是这样 你给我带路就可以 是 少远 是 梁先生 我叫山 我是您的儿子 我知道 坐下 你是梁超的搭档 他失踪了 我知道 你就直接说 找我干什么 梁超雪山与微桥组织 有不正当的关系 你最后一次跟她联系 是什么时候 你们上次受惠的情况怎么样 别改话 你上次跟梁超联系是什么时候 我再问你一遍 你们上次受惠的情况调查得怎么样 没有证据 我这么说 那我提醒你们这很简单 只要你们去查一查死者银行情况 变动的情况 你都知道吗 梁先生 我会亲自去查这个事 但是今天 我必须了解梁超的行踪 你最后一次跟她联系是什么时候 你最后一次跟她联系是什么时候 我算你明白了 你们就是想转移视线 从而达到掩护你们杀死受惠的目的 对不对 还国际刑警组织 你怎么好意思让我跟你们合作呢 梁先生 你到现在 一点点的证据都没有 我没有证据 我是什么 我告诉你 你的上司那个姓陆的人渣 就是通过我和犯罪组织取得的联系 我是什么 我不就是证据吧 我儿子想必 你们这些披着合法外衣的人 就是垃圾 你不用说了 我管 给我滚 梁先生 注意相机 别发愣了 快走 别发愣了 快走 你知道我这枪 以前是拿来干嘛的吗 那要看这枪拿在谁手里 曾经的我 已经被打死了 为我杀人值得吗 好 好 好 快走 是不是你杀了 他们没有前科 他们没有武器 他们只是拼命 成人 快成人 成人 否则我现在就打死你 有证据吗 有证据你就逮捕 你以为你很聪明 是不是 而你现在还有心情的身份 但是我告诉你 在我的心目中 你连黑水里的小弟都不 有证据 兄弟 兄弟 有证据 再来抓我 好 我回家的公主 你放心经验 而我绝对不会放你 从那以后 我儿子那曾经耀眼的光环 就不复存在了 他是为了救我 你说什么 他是为了救你 他是为了救我才杀人的 这不可能 警方说了 那几个人根本就没带武器 根本不需要武器 他们在酒里下了毒 被梁超发现 不管你怎么说 从那时起 他就成了你的猎权 也就是从那时起 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是吗 只要你真的去查了 我还想起来 刚开始我也没有放心 但是我还是 掐了他的脚 确实 多了一笔钱 而书母费枕得大 之后呢 之后我只能向 陆小姐进行确认 你怎么进门口去 莫莫 你怎么进门口去 其实从刚开始 你们俩给我介绍 这个范茄姐姐的时候 我已经有了解释 这么说 就是陆姐给梁超安排的任务 但是她却反而进入了贾超组织 我明白了 其实她是个卧底 本来是 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 几百年都没有她的心 我那曾经已有一个傲的儿子 我 就这样 被你们染成了黑色 我与其 看了那一步步地陷入犯罪的深渊 我还不如期 我把枪制错了地方 我把枪制错了地方 正好 我叫的住院路到了 已经准备绝训 非常好 真的 至于还是 一会儿你们知道 又真的我 咱一起来嘛 你杀了我的弟弟 你杀了我的弟弟 现在到你了 你死前有什么遗言吗 想的还挺多 我现在唯一关心的 就是如何在你的葬礼上开派对 在你的坟墓上跳舞 你想的太多了 你肯定死在我前面 别臭梦了 走了